注意看 中国女版孙大胜即将翻出五行山 对你没看错 屏幕中这位仿佛会轻功的女侠 正是我国著名的蹦床运动员贾芳芳 而她这空翻完全不用手的操作 直接是震惊到了场下的所有观众 甚至你把牛顿喊过来看 她都会立马学会我国的国粹 并直呼道中国的万有引力不归我管 那么接下来让我带领大家回顾一下 这无敌风火轮的一场比赛吧 2017年蹦床世界杯女子蹦床单跳决赛 各国高手齐聚于此展开了激烈的金牌争夺战 其中代表中国出战的是贾芳芳和陈林倩 虽然在此之前两人已经拿到过冠军和季军的名次 但是他们所要面临的竞争对手 却是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俄罗斯选手科罗贝尼科瓦 和排名第二的葡萄牙选手品托 因此对于两人来讲 这绝非一场简单的战役 比赛开始后 率先登场的是葡萄牙选手品托 此人与杨幂长得挺像 我们就友好的称呼它为葡萄牙分泌吧 品托的这一套动作整体发挥不错 没有出现过大的失误 唯一不足的便是难度分较低 不过再低也是我等普通人可望不可及的 因此裁判给出了33.50名的分数 紧接着登场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罗贝尼科瓦 虽然他在之前输给了贾芳芳 但却依旧占据着世界第一的名次 无愧为俄罗斯的单跳一级 这一套动作干净利落且有力 落地时也是稳稳站住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35.100分 随后登场的是中国选手陈琳倩 她是一名来自上海战将 中国队这次在女子单跳项目当中 一共派出了两个人来参加 都是进入到了决赛 陈琳倩的这一套动作翻腾式 明显比前两名选手想轻松 并且空中动作也是十分可观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34.500分 最后是另外一名中国选手贾芳芳 太完美了 贾芳芳的这一套动作宛如蜻蜓点水 每一个落地和飞行都是百分百连贯衔接 难度系数也是比前面所有选手都高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36.700分 第一轮比赛结束后 贾芳芳以绝对优势位居第一 马上来到紧张又刺激的最后一轮 第一个登场的依旧是葡萄牙选手品托 我们看看她的最后一条 十分不错 品托的动作节奏相当连贯丝滑 每一次的落地和起飞都宛如精心设计过的一样 看上去赏心悦目 但还是难度系数较低的原因 裁判只给出了32.500分 总成绩为66.000分 紧接着是俄罗斯老将科洛贝尼科娃的最后一条 目前的世界排位也是最高的 她在阿萨拜江战拿到了女子单跳的第一名 科洛贝尼科娃的动作依旧是相当有力量的 不过由此也看出了电子的承受力有多强 小白估计这是中国制造 最后科洛贝尼科娃拿到的分数为33.500分 总成绩为68.600分 随后是中国选手陈林倩的最后一条 陈林倩的这一套动作完成得十分流畅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33.000分 总成绩67.500分 没能超越科洛贝尼科娃 这样的话罗冠的重任就落在了贾芳芳身上 而由于第一跳的超高分数 贾芳芳的最后一跳只要不出现失误 就一定会将金牌收入囊中 但简单的赢下比赛并不是她的目标 她要做的就是挑战自己的极限 因此贾芳芳选择了恐怖如斯的9.3成套难度 正如陈寅老师说的那样 贾芳芳的这一套动作堪称无敌 别人还在为选择7点多的难度 还感到担忧呢 她就已经标出了9.3的难度 果然中国人各个会轻崩啊 最终贾芳芳这一跳拿到的分数为36.300分 总成绩为73.000分 她成功地为中国队夺得了一枚宝贵的体操金牌 另外一名选手陈寅倩则是拿到了一枚同牌 那么如果让你去参加单跳比赛 你能跳出多少分的成绩呢 欢迎各位翻跟斗大侠有个月评